在康熙王朝中 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 盘踞在长城之北的蒙古查哈尔部 也随之发动了叛乱 兵风直指京城 由于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将八旗主力 全部派往了南方 抵御以吴三贵为首的三藩势力 京畿地区的防御是无比的空虚 就在如此危机时刻 周培公挺身而出 正是他率领着一支 由三千八旗贵族家努所组成的虎狼之士 打败了叛军 成功平定了查哈尔的叛乱 其实在正式中 发动过武装叛乱 并且极大的威胁到了京城安前 而最终康熙皇帝也是靠着一支 由家丁组成的非正规军队 成功平定了这场叛乱 只不过 统帅这支军队的并非周培公 而是康熙王朝中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 他就是土海 打清王朝与蒙古查哈尔部之间的矛盾 可谓是由来已久 明朝万历年间 努尔哈士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 并在后金天命元年 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 努尔哈士的发展壮大 不仅威胁到了大明王朝 对于辽东地区的统治 同时也极大的撼动了 蒙古查哈尔部首领林丹汉 在漠南蒙古诸部的共主地位 林丹汉 全名贝尔纸金 林丹巴图尔 是成吉斯汉的嫡系后裔 于名万历三十二年继承汉卫 成为了蒙古帝国第三十五任大汉 只不过林丹汉所能直接掌握的 也仅仅只有漠南蒙古的查哈尔部 一直以来 林丹汉都有复兴蒙古帝国 重新黄金家族荣光的梦想 然而林丹汉却是一个 质打财疏的妄人 他的一系列错误举动 不仅使得漠南蒙古诸部 与他是愈发的离心离德 在这样的情况下 努尔哈赤看准时机 不断分化瓦解漠南蒙古诸部 使得包括科尔进 卡拉进 内卡尔卡等部 纷纷到向后金政权 进一步削弱了林丹汉的影响力 在皇太极继任后金大汉后 蒙古查哈尔部进行分化瓦解 林丹汉指得西迁右翼 就此被驱逐出了查哈尔故土 到了后金天聪六年 皇太极帅八旗主力大败林丹汉 迫使其继续向西逃走 而林丹汉也最终后金天聪八年 阴天花病死在了青海的打草坛 在林丹汉去世后 他的继承人俄哲在其生母苏太太后的带领下 归降了后金 并向皇太极献上了所谓的传国玉玺 至此蒙古帝国正式宣告灭亡 漠南蒙古诸部也尽数归降了后金 之后 皇太极将俄哲封为查哈尔亲王 并将自己的女儿马卡塔公主嫁给了俄哲 青虫的六年 俄哲去世 当时在查哈尔部内部就有消息声 俄哲是被皇太极所毒杀 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蒙古查哈尔部出现了对于大清王朝的反对声音 由于俄哲没有子嗣 于是在他去世后 由他的弟弟阿布奈袭成了查哈尔亲王的爵位 同时在皇太极的安排下 阿布奈迎娶了自己的嫂子马卡塔公主为妻 而这位阿布奈正是林丹汉的遗父子 他的生母便是林丹汉的囊囊大幅进那墓中 而在林丹汉去世后 他又嫁给了皇太极 成为了武功后妃中排名第三的林子公贵妃 在皇太极以及顺着皇帝统治时期 阿布奈的表现还算是重归重拒 一方面是由自己哥哥讹折的前车之鉴 令阿布奈被赶黄国 另一方面则是犹豫 受到了他的妻子马卡塔公主的监视 婴儿也是一直没有过分的举动 然而随着康熙二年马卡塔公主的去世 阿布奈也开始展现出了 他对大清王朝仇视的一面 以至于多年不去京城朝拜 觐见康熙皇帝 最终在康熙八年的时候 康熙皇帝以赋恩势力为由 废除了阿布奈的查哈尔亲王爵位 并将其监禁于圣经 然而正是康熙皇帝的这一举动 极大的刺激了阿布奈之子 同时阿布奈查哈尔亲王爵位的继任者布尔尼 并使其对于大清王朝以及康熙皇帝 产生了极度的不满 于是双方之间的仇恨种子就此种下 并最终导致了蒙古查哈尔部的叛乱 布尔尼发动叛乱 涂海临危受命 康熙十二年 吴三贵杀掉云南巡抚诸国制 并发布陶满清席文 正式发动叛乱 三藩之乱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吴三贵迅速占领云南 贵州全境 以及湖南大部分地区 将战线推到了长江边上 与清军隔江对峙 与此同时 弑守福建的耿京中也起兵造反 并联合盘踞在台湾的正式集团 控制了整个福建地区 进而开始向江西 浙江进军 除此之外 全国各地的反清复明起义 也是风起云涌 甚至在京城之中 还爆发了以杨启龙为首的 诸三太子起义 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 康熙皇帝紧急调集了十路大军 开往南方战线 这其中就包括了 此前常年驻守 京畿重地的八旗主力 可以说此时京城附近的 防御力量是无比的空虚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布尔尼与他的弟弟罗布藏 也决定起兵造反 从背后捅康熙一刀 布尔尼之妻 端中亲王伯洛第九女长 史新驻公主 在得知布尔尼即将叛乱的消息后 迅速派人将此时秘密报告 给了康熙皇帝 然而康熙皇帝 对此却是无能为力 因为大部分的军队 都已经派往了南方 朝中已经到了 无兵可派的地步 此时布尔尼率领叛军 大举压境 兵封直至成德地区 距离京城不足四百里 而就在这个关乎 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小庄太后站了出来 他不仅向康熙皇帝 推荐了土海 更是利用自己的威望 从满洲以及蒙古贵族那里 筹措到了一支 尤加努组成的军队 于是康熙皇帝 命多罗信郡王 扼杀为辅远大将军 土海为副将军 率领这支非正规的军队 北出长城 讨伐布尔尼 正如康熙王朝 中州培公所做的那样 在土海的带领和训练下 这支军队军纪严明 战斗力旺盛 并且土海也是借 查哈尔宝库的骗局故事 成功地激励了士气 而在与布尔尼的战斗中 土海更是身先士卒 亲自上阵率军拼杀 最终成功平定了 蒙古查哈尔部的叛乱 同时也将布尔尼和罗布藏 射杀在了战场之上 在这之后 康熙皇帝下旨绞死了阿布奈 并且对查哈尔部中重编起走 其中一部分还被迁到了 长城以南进行拆分安置 至此 京城北方的威胁就此解除 同时自皇太极时期开始 持续了数十年的蒙古查哈尔部问题 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